大家好,我是Paul,最後到最後英文幾度 我相信我們台灣同胞都知道了 就這個貓熊啊 還是熊貓 有點搞不清楚這兩個分別 原則上我知道 後面那個字才是它的種類 例如說黑狗是一隻狗 白貓是一隻貓 所以貓熊是一隻熊 熊貓應該是一隻貓 所以是貓熊囉 不管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團團已經走了 所以它是一隻大熊貓 Giant Panda 中國送來的是Gifted to Taiwan 所以這個Gift這個字還可以用被動的方式來說 它是倍增於台灣的 那過世了 Dice 好,所以下面我們就直接看一些可以學的一些字 那第一句這邊說呢 我覺得就很有趣 有個字是我好少看到這個字了 那現在這邊看到我們可以趁機對它做點 介紹 先把這句讀給你聽好了說 團團 And his breeding partner 圓圓圓 We're given to Taiwan When relations with China We're more cordial 所以這個字 Cordial C-O-R-D-I-A-L OK,拼了拼做 C-O-R Cordial 什麼是Cordial 很誠摘的 所以當我們這個跟中國的關係還算比較誠懇的 誠摘的比較好的時候 比較良好的時候 這是他們送給我們團團圓圓 希望有一天可以跟我們團圓 那為什麼說這個字我特別想介紹呢 這個字其實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出現比較多的地方 會是你在寫書信的時候結尾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中文可能就說寫寫寫到最後寫上一個 寲寶肯定嘲 我的中文名字這樣 所以什麼什麼的 就可能有一些那種字詞 其實我對中文的書信真的不是很夠熟 甚至拒不出幾個例子來 但是英文我也沒有很夠熟 因為說真的寫信這件事情 在今時今日已經慢慢視為了 不過還是值得看一下 我是覺得啦 所以其實你看這邊就 我自己寫了一些些 等一下我們看個網站 它有一個更完整的介紹 所以你在寫完了之後 你可以寫一個sincerely truly 都ok 這兩字前面加一個yours 也可以 soyours truly yours sincerely 都可以 best regards best wishes 可以 你也可以寫cordially 就這個字就出現了 ok 所以總之就是書信結尾的時候 給人家的一個禁語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邊這個網站好了 因為說真的 這個你要我背 背不太起來 也因為很少寫信 這根本用不上 但again 知道一下也不錯 所以他這邊說那些 yours sincerely 或者sincerely yours 也就是這個yours 放前放後都ok 那句這邊看來 好像是sincerely yours 是沒事的用法 而yours sincerely 是因事的用法 隨便啦 所以用於這個商業往來 私人信件 不過你卻跟他其實並不是非常親密的一個人 好朋友之間需要避免這個用詞 因為他會讓人家感覺太有距離感了 ok 然後如果是用於親密的家人 或者愛人 他說現金幾乎不用的話 你可以用yours affectionately affectionate 就是很熱情的 ok 那again yours 放後面也可以 所以這是可以用在love letters裡面 因為affectionate 這個字真的是熱情 喜愛 強烈的喜愛的意思 那no 那再來呢 如果你也可以用faithfully 這個字 faith這個字你知道有信仰啊 或者是忠誠之類的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叫yours faithfully yours faithfully 或者faithfully yours 那again這還是在商業中不太熟悉的對象 好像不太熟悉的對象 還蠻多的可以用的 那下一個還是一樣商業往來中不太認識的對象 就是我們剛說的yours truly 或者truly就好了這樣子 那如果是把yours省掉的話 比較隨心一點點 其實I'm just really getting off this website 所以這集錄起來好像太輕鬆了一點點 根本不是從腦袋中寄出來的 but again 腦袋拿人寄那麼多事情 而且這個東西真的沒那麼 我覺得沒那麼重要啦 說實在的 那再來 一個比較老派的寫法 你可以用respect這個字 所以你可以寫yours respectfully or respectfully yours 所以頂多寫給年長的長輩可以用之類的 那下一個是 你可以寫給很熟悉的對象或朋友 best wishes 或者best就好了 如果你是跟我有書信往來過的人的話 例如說我的學生 如果你有在看 你可能寄過作文給老師改 我在最後可能會寫一個 我寫完內容之後 你的哪邊需要改 然後email寄給你 我最後會寫一個best逗點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best wishes逗點 或者best逗點 以上上面那些 其實他都沒有加逗點 但是我現在跟同學說都要加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 打句點的地方 所以你寫yours respectfully 抖點 yours sincerely 抖點 然後換一行 換一行之後 如果今天是真的書信的話 寫在紙上你會簽個名 然後就可以寄出去了 這樣子封起來 如果是email的話 其實就不用了 你就搭上去就好了 這樣子 還有warm這個字 warm regards 或者其實best regards也可以 這邊商業往來 所以跟對方有點熟悉度的話 你就可以用best regards 還是可以用best all the best都ok warm regards 我甚至看過warmest regards 可以用最高級 warmest ok啦 這是用在很熟悉的時候 商業往來的 最後這邊就有講到 其實也不是最後 這邊還有一些 我們這邊看到剛講的cordially so yours cordially 或者cordially ok 他這裡說是聽起來有點太熱情了 一般人也比較少用 ok 歡迎新成員或恭喜某人 得獎之類的新建才會用 不算正式 好了聽聽就算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 裝上整理出來 到底有多少的公信力 但這些我大概都看過就是 所以順便介紹一下 那你就聽一聽吧 那regards也可以 ok 所以剛剛有個best regards best都掉 只用regards 那有人覺得這是很熟悉的 你跟對方很熟悉 也有另外一派覺得這樣寫法 比較冷漠 sure 還有kind regards 履歧有禮貌 並且很專業 所以公司內部也ok 適用於初次 或者很不熟悉的狀況下 所以他都有一些 varying degrees of 你跟對方的familiarity I guess 然後下面的就是 很非正式的新建可以用 Cheers Love Thanks Thanks again Thank you All the best Take care 這些都可以 然後一樣加個斗點 再來如果表達感激的話 可以寫gratefully 這樣子 gratefully 一樣加個斗點 ok 那下面還有一些更長的寫法 I remain yours faithfully I am sir yours faithfully Yours respectfully 剛才看過了 Believe me to be Yours sincerely 有了一些看過 I beg to remain sir sincerely yours 好囉嗦 ok 甚至還有 I remain yours obediently 好啦 看完就算了 來 後來繼續看這個團團的新聞 好 那再來的話 後來他就講到 那台灣跟中國變得就 沒那麼友善 因為他剛說 我們之前還比較cordial一點 現在不要那麼cordial了 so but relations have soured since then 所以從那時候之後 是說完熊貓之後就沒有了嗎 好像也不是 再過幾年吧或許 sour就酸掉了 sour這個字應該沒問題 relationship have soured with Beijing which has long regarded台灣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所以把台灣視為一個脫逃的身份 and relation becomes or has become more belligerent 這個字 也現在好少看到 這個belligerent 這個字我以前讀歷史的時候 讀二戰歷史的時候 會看到 交戰國 所以這個belligerent 好戰者 行中詞 所以belligerent nation 就是兩個交戰的國家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下面講到 還有一個字可以說 大概就是 反正他們有找那個 中國大陸醫生來看 那看一看發現他腦袋中有一些 病灶 欸病灶這個字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們看一下 Vets from China were called to examine the panda him and scans showed he had a brain lesion and he was placed on medication 所以腦袋中有病灶 然後就開始讓他吃藥 所以lesion這個字 L-E-S-I-O-N 然後我剛查了一下 他就病變病灶之類的意思 我講中文病灶這兩個字 會不會很多同學也不認識 因為我大概是聽過這個字的 生活中也越來越少見了 說實在的 就一些比較冷門的字 或許是 如果你是醫生可能你常看到 然後病灶 那這邊有一些也是一些 或者像說生病會看到的一些字 我們順便就看一下下 像例如說 我把它再讀一下好了 所以你在你的器官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區域 發生一些病變 so a region in an organ or tissue which has suffered damage through injury or disease such as a wound, ulcer, obsess or tumor 所以總共這幾種可能性 所以region是區域 所以在一個organ的一個區域裡 a region in an organ organ就是脹氣之類的一個器官 或者就組織tissue which has suffered damage 那這個tissue或者這個organ 它suffer了這個damage 我看你剛才叫做region 才是主事 對不起 這個region suffer了damage 所以蒙受一些這些傷害破壞 透過什麼呢 透過就是injury或者疾病 那它的damage 就有可能是wound wound就傷口 ulcer就潰瘍 那麼absess這個字叫做囊種 就農種 不是囊種 農 化農那個農 對不起 你如果聽起來有點不太舒服 我很抱歉 但總之這些字也算是生活史 尤其wound這個字 我們看過好多次了 author這個字 你可能比較少看到 可是我自己還蠻常看到的 像你如果說遇上胃潰瘍這個字 或什麼這些的 像我以前上 在補習班上高級聽讀課的時候 我們上的其中一課是拿破崙的死因 那拿破崙他是有胃潰瘍的 所以author這個字我還蠻常看到的 好然後再來最後tumor就是腫瘤 腫瘤當然有好的不好的或之類的 benign或者是malignant Yeah OK 然後最後就說他現在狀況已經無法 不可逆了 所以這邊有個字叫做不可逆 reverse就是逆轉回來 所以他的狀況是irreversible So the 18 year old bears condition became irreversible 所以他的condition 他的狀況變得是無法逆轉了 irreversible 好那當然是蠻悲傷的新聞 不過禮拜一就講這個 好啦當然無所謂 明天的新聞希望可以開心一點點 好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